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92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能量金爆破系列的玩具 这个呢是大黄蜂电影的时候 也就是电影第六集的时候呢 所推出的Iron High铁皮 但是呢它前面加上了红色的车头 因此呢它给我们一种非常强烈的G1配色的铁皮的感觉 然而呢这个一样橘色版本的这个 你看还有这个大炮这个Iron High 我呢在反抖城看到它的时候呢 我就一个感觉哇怎么把铁皮拿出来重图了 结果认真一看 哇塞这家伙居然取名叫圈套啊 圈套啊 这个同模改色啊 这个你这怎么办 你不能吃它这么难看啊 这个家伙啊 这个家伙的背影看着它啊 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啊 那这个呢也是我的好朋友 中皇隐悦兄呢 所借给我的一系列的玩具 其中一款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很多低龄化的玩具啊 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啊 对反正可能也没有什么人会去拍这类的节目啊 好了 那我们的话呢 就来看一下这个能量金爆破系列的话呢 它都有附的一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推进器 这个推进器的话呢 是装置在车子的中间 这个按钮的话呢 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就有一个车子会往前跑啊 它是有一个一定的推动的能力 好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是只会朝一个固定的方向推进 所以说呢 如果你把它两腿把它给打开 我们这个两腿 两腿打开的话呢 后面的话呢 它这里有两个这个锁扣的东西 要先把它给打开 它是有个左右两侧咬合的 咬合的话呢 打开之后呢 车子的话就会有一个刚烈的情况 那它的这个能量金的这个部分呢 拿下来 我刚按的是这个样子 它会 它会往前跑 如果你把它装反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铁皮倒车的样子啊 算了 我们给各位示范一下好了啊 这样子 你就把它给安置到 这个里头 然后呢 两腿 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 好 好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欣赏到它的一个倒车的样子了啊 好 OK 那各位知道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推进器的话呢 是两个玩具的话呢 是可以共用的啊 因为模具完全一样 那我只是很意外 我是说真的啊 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哦 怎么把铁皮涂成了橘色 没想到它居然是把铁皮的模具 直接改名叫做圈套啊 这个真的是 OK吧 也只有官方才做得出来了啊 那么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单纯以车辆的形态来说 其实做的也不算太差 Ironhide的车型啊 就在这个样子 上面还有两个烟囱 屋顶上面有个 不是屋顶 车顶上面有个 有个洞 那这个的话呢 这是圈套 圈套的配色的版本 那它的这个火炮的话呢 怎么样弄出来呢 其实也算有点有意思啊 再按下去 它这个两边的火炮的话呢 就就出来了啊 也就是说呢 它就是这块部件 你这样推进去啊 我们用这个纸头啊 从这个地方搓下去啊 从这个地方搓下去啊 两侧的这个炮就出来了 也算有一点变形的效果了啊 好吧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它的变形好了啊 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 先把它这个脚底板呢 这里有两个这个两脚掌 它互相之间有一个细心扣给打开 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胳膊的话呢 往两侧翻开来啊 直接翻开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头顶盖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给往下面 往下面压下去啊 这样子往下面压下来 然后呢 它必须要做一个腰转的动作 好腰转到这边 那我们的这一款 那我们的这一款Iron Hight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 OK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还算有点意思啊 然后这个圈套的话呢 我们也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啊 这样子立起来的情况下 两手打开 然后呢 这个挑开来 整个的遮下去 到这里 那这个脚打开 然后呢 脚底板 这两个部件 记得把它给松开来 好了 这个Iron Hight 还有这个圈套 两位就完成了它的一个 一个变形了啊 那么它的人形比例的话呢 大概也就是一个官方的DELUX等级 再稍微小一点点 好吧 那这一期主要就是给大家分享 这个我真的一直以为它是橘色的铁皮 原来它是圈套 OK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